专入的神情 俐落的技术 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今年42岁的郑自强 平常就爱帮自己的爱车清洗美容 去年决定转换跑道 和太太两人报名了资讯课程 一般外面可能说车子很亮 到底多亮 你根本没有一个亮化的概念 我从课程上学到一个亮化 一些实验数据得出这个结果 让我学理方面能有更了解 对车的处理也会更熟悉 两夫妻都没有相关背景 全凭着一股信念 上了两个月的训练 在去年9月开了这间汽车美容厂 怎么样让人家知道说 你跟别人的不同在哪里 那客人会不会接受 他会不会来尝试 我觉得这是创业当中 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预约系统 看你是要洗车的服务呢 还是打蜡的服务 随着民众的需求改变 想在车美市场闯出一片天 郑志强不仅设计网络预约APP 还提供了内装灭菌肚膜保护 也成功获得了顾客信赖 我自己两台车都在这边 对 我注重力我还来这边弄 这个东西是对乘客内 做一个全方位的保护 至少它不会让你受到一些病毒的感染 然后注重你的健康 从此它因为有光触媒 可以进化空气 是有双重功效的 营业半年多 累积不少老顾客 为顾客服务的心意 从小地方就能看出 这间扫店也是成功创业最好的例子 大安新闻 在吕思萱电影中台北报道